你 那天晚上 你說的話是真心的嗎 哪一句啊 你喜歡我 你覺得呢 沒錯我是喜歡你 我喜歡你的笑 喜歡你為舊人 為破案的勇敢執著 喜歡你的一切 一切 小姐你回來啦 小白 你的臉 不要餵 她明明是喜歡我的 為什麼不肯承認 還打我臉 老大 呸 小白 不好了 屍體是在承襲一個偏僻的水井邊被發現的 同樣是心臟被利器刺穿 鞋子也不見了 基本可以判定 和上次河邊女士案的凶手 是同一個人 我不是給你們線索了嗎 難道還沒有找到嫌疑人 根據你提供的線索 這幾天阿虎已經帶人查訪了方圓幾十里的所有藥鋪 沒有找到符合特徵的嫌疑人 百姓呢 問過了 沒有可以的人 這不可能啊 我相信我的推斷 ПП 蛤 金魚 小白 你過來 我有話跟你說 幹嗎 過來 你怎麼搞的 這種案子怎麼能出現紙漏呢 我不知道 你 你不知道 我放手让你去查案 就是想着能让军业 看到你的能力 让底下的人和百姓幸福 所以 你给我收起你的圣记 摆正心态认真查案行不行 别说 我戳你怎么了 戳你怎么了 你要是再出现纰漏 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也别说认识我 我丢不起这人 九叔跟你说了什么 我们一定要几块找到凶手 否则他会在此作案 错了错了 哎呀你干什么 你的脚在女人当中应该不算小吧 你喜欢小脚女人 去找小脚女人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尸体脸上的巴掌印 还有案发现场消失的脚印 让我误以为凶手是个男人 但其实 也可以是个大手大脚的女 再加上消失的鞋子 把魂 让我认定 凶手是一个迷恋女人之物的变态 但现在仔细想想 是女人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 因为羡慕 忌妒 得不到 当这些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使人癫狂 从而杀心顿气 杀人避失 真的会这样吗 我啊 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见过多少女人 对不对 嗯 对 我 我的意思是 就是没有见过这么扭曲 这么变态的 嗯 好了 事不宜迟 赶紧去查 希望你的推断不会错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抓到凶手 还你一个公道 你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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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从家里去河边 一定会经过这条街 而这条街 一共有三家药铺 你们两个 去其他两家药铺问问 明白 走 杏仁堂 你们衙门前几天 不是有人来问过了吗 先前问的是男人 现在问的是女人 案发当日 你店里可有一位 壮硕的女子前来买药 壮硕女子 没印象 你再好好想想 她不是寻常女子 身板结实 手很大 她买的药理 包含乌药和甘草 乌药和甘草 都是寻常药材 根据常用药方 混合其他草药 提前包好 给钱给药都在一瞬间 谁记得住啊 那你们店里的伙计 都是男的吗 是的 走吧 掌柜的 像你们这种掉落的药材 你们怎么处置 自然就丢掉了 丢哪儿了 这信仁堂啊 是信仁街上最大的药铺 每段时间 它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丢弃药材 凶手手里的药材 我猜也是来源于此 没错 这些药材虽然被遗弃 但是有一部分 还是可以拿来煎熬 药效不浅 你对药里还挺熟悉啊 我娘曾生过重病 药都是我亲手熬的 这里杂乱不堪 垃圾遍地的 而且距离案发已发生两天了 恐怕没什么线索 试试吧 行吧 我陪你一起找 没关系嘛 或许线索 在其他两个药铺呢 老大 老大 我们都问过了 没有说话 可恶 不 不是 你 你别急啊 弄伤了自己的手 小白 刀痕狠心 是最近几天磕上去的 这个位置 用刀磕上 来 走 根据刀痕的宽度 应该是短刃 是凶手留下来的 不会错 上面有血迹 凶手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一把 带血的刀刃啊 是不是人血 是猪血 你确定 我曾经研究过 人血 猪血 牛血 还有鸡鸭狗羊 凝固之后各有细微不同 我确定这是猪血 猪血 到底是谁 所以凶手是一个杀猪的女人 住在附近 身高和我类似 加上之前掌握的线索 立刻去查 是 怎么 你怕了 不 我现在就一个字 服了 服了 两个字 一个字 都是 要什么肉 猪心 卖完了 走开 莫要挡我做生意 现在无人买肉 介不介意我讲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就是啊 从前有一位姑娘 贤良淑德 可惜只是长得五大三粗 相貌平平 根本没人敢上门提亲 于是乎 这位姑娘的父亲 便给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个上门女婿 好吃懒做 每天各种嫌弃这个姑娘 可这姑娘呢 一心一意的 供她吃供她穿 如此一来 反而 就更加主掌了那个女婿的气焰 她拿着姑娘所有的钱 找了一个相好 这个相好啊 哇 花容月貌 千交百倍 她和这个姑娘 根本就比不了 住口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最后这个女婿啊 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带着这个相好远走高飞 姑娘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 一命呜呼 不要再说了 姑娘伤心欲绝 生活更加陷入了困顿之中 她只好替人杀猪卖猪 一来呢 是为了养家糊口 这二来啊 就是因为杀猪 能够宣泄自己心中悲愤的情绪 哦 还有 她会时不时地去剪一些药材 煎熬服下 以解自己的欲解之症 这心病啊 还需新药医 很明显 普通的中药 根本治不了心症 这频繁的杀猪 只会增加这位姑娘的力气 她的心啊 也慢慢变得扭曲了 对了 就是这个眼神 每当她看到穿红鞋戴耳环的无辜妇女 她都压抑不住 自己愤怒仇恨的心 所以用杀猪刀杀了他们 这还不够 每隔几天她又姑息重施 又残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 故事很精彩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心底素质还挺硬 徐几娘 他们的鞋 你穿得还合适吗 他们的耳环 你带上我 依旧 平平无情 我要杀了你 抓起来 是 老实点 徐几娘 你连杀两条人命 罪大恶技 还不束手就擒 我没错 他们都是狐狸精 都该死 他们不配穿红鞋 不配戴耳环 我杀他们 天经地义 杀人偿命 才是天经地义 我家相公 原本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若追进我家后 借助他并没有嫌弃我的容貌和身材 我们一起操执着一个小石摊 生活富足又快乐 相公 好吃吗 真好吃 来 娘子你也吃 娘子 辛苦了 哎 真美 可是几个月后他变了 他各种嫌弃我 菜难吃也就算了 还每天面对你这张丑脸 真他妈倒胃口 相公 相公 相公西甲 啊 你想烫死我啊 你瞧瞧你 现在哪儿还有一点女人呀 水桶妖大饼脸 我要不是醉血 早就把你给修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的 没想到 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 带着那个相好的远走高飞 相公别走 放手 相公 放手 相公 你说了放手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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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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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那个狐狸精如果不是他 我相公不会对我变弃 也不会抛弃我的 走 红色羞花鞋 因耳欢 她们都统都是坏女人 都该死 羡亲娘 有没有想过 是自己的问题 带走 险巾翼 我诅咒你 走 你想会和我一样 一样夺不到男人的宣戏 走 你 你 君业 别听她瞎说 她有病 那 走吧 你们回来啦 娘 我先回去换衣服 那个 沈夫人 我也先走了 急什么呀 小白呀 你来我们沈府 也有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 这沈家怎么样啊 好啊 非常好 是信州人人梦梦以求的地方 你这孩子竟说实话 这沈家虽好 终归 还是缺了个男主人 那沈夫人的意思是 你觉得 九叔怎么样啊 这个九叔啊 九叔 九叔 九叔成熟稳重 至暖至热 是个可靠的男人 我 原来他和九叔早就够大伤了 我现在 就是担心军业 他一向有主见 性子刚烈 我怕他 会反对这件事 那沈夫人 打算怎么办呢 你帮我劝劝他 我 我帮你 君业现在对你 甚是亲近信赖 你肯定能劝动他 可是我 这是一百两 事成之后 另有重心 就这样了 我先走了 先走了 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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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 真的 还想多活个几年 你和九叔 真的是绝备 巨客 小白 来得正好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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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干什么 把这个 转交给君业 什么脑袭 你为什么是想玩死我 我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随便 坏消息是 你入职京城深不私 被驳回了 怎么没反应啊 继续说 好消息是 你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可以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九哥 君业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如果他不点头 谁都尽不了沈家 你放心 为了你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九哥 夏妹 君业 你 你在家呀 我今日轮休 九叔没告诉你吗 他今天休息 坐 九叔 今年贵更啊 四十 三 打算孤独终老啊 没 没有啊 那便是要娶妻 是 如何娶 有钱吗 有房吗 有家业吗 还有前途吗 我 我 君业 你这话 说得就有点过分了 九叔 我过分吗 我 你还想要娶妻吗 我 君业 九叔 是年纪大了 没钱没房 也没多大本事 但是我有一颗真心啊 我 我会全心全意地 照顾她 爱护她 我能让她幸福 我会让她开开心心地 过完下半辈子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求你 什么 下个月初期是个好日子 就定那天吧 军业 还有什么事 没 没事 九叔呀 你要完蛋了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以为这里是沈家 你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我会让你负责的 放心 放心 我负责 那来吧 轻点啊 我 我不要去你房间 不去不去 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 疼疼疼 九哥 你咋那么香呢 九哥 让别人看到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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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把小白拖出府了 九哥 那该怎么办啊 要不你去救救小白吧 不要慌 这小白呀 皮厚 你让军业发泄一下 气不就消了吗 是吧 对对对 到时候 他俩的事 不也能成了 九哥 说得有道理 有道理 来来来 喝茶喝茶 får咨 体带 是的 是的 那可以